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将在一起讲解了谈论说法的书 凭伯茨 横茨 的安拉之尊名 愿安拉赐弗安于我们的先知和事者 穆罕德 尊了阿尔 尊了阿尔 今天我们学习关于古兰经的开端章的经节 这一节 这张古兰经有很多名字 先知本身有许多名字 有穆哈摩德 有阿姆德 有奈比 阿拉苏 先知 使者 或者是他的空击 阿布盖西 也是他的名字 至于古兰经的这一章 也有很多名字 我们大家众所周知的是开端章 为什么叫开端章呢 因为古兰经的一开始就是这一章 打开古兰经 翻开的第一章就是这一章 以及我们在礼拜十 也是首先见到古兰经 也是开端章 我们在讲演的时候 也要先见 阿姆德 也就是我们这个古兰经的开端章 还有一个名字叫 古兰之母 也就是它包含了古兰经 所贯穿于古兰经的 塔حيد的信仰 也就是古兰经的精华 总义的精华 集中在这一章古兰经 也就是七节古兰经 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 如果也 如果也 也就是我们用这张古兰经 做祈祷来医治 病人可以念法庭 为自己做医治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章的开端章 把它称作 但是不是 这个是 当然这个 所以塞拉的意思 并不是我们在教法 所说的去礼拜的 那个意思 我们在读古兰经之前 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念 求护词 为什么呢 我们现在是做 做一项服从安拉 而不是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祈求 安拉 使我们免受 恶魔的侵扰 为什么呢 因为恶魔 绝不会愿意 让我们去 读古兰经 绝不会愿意 让我们去 思考古兰经 去理解古兰经 我们念求护词 的安拉之尊名 这一句 并不是 开端章的 本身的一节 然后我们读 开端章 第一节 古兰经 是 也就是 一切赞颂 全归 安拉 我们要归信 安拉 所有的 品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我们 这个 我们 尽量 安拉 因为我们 喜爱 安拉 我们 以安拉为 最伟大 以安拉为 伟大 不产生 不要有任何举办 所以我们说 一切的赞颂 都属于安拉 安拉是最伟大的 所以 在其中 要脱 在你举一当中 要脱离举办 安拉 安拉 这一词的 意思就是 受崇拜者 受崇拜者 也就是 一切的被造物 都应该 崇拜安拉 它是最伟大的 这个 安拉 这个名字 只是安拉 自己 独享的名字 任何 其他的被造物 都不允许 用这样的名字 一些学者们说 安拉 尊名当中 最伟大的尊名 就是安拉 这个尊名 一旦 仆人 以这个尊名 向安拉 祈祷 安拉 就会应答 那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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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读 因为阿拉是王权者也是拥有一切者 我们在今世上在这个人类当中有一些他可以称作国王 他虽然有王权但不一定他就拥有一切财物 也有一些人他们可能拥有很多东西但他并没有王权 作为阿拉作为一切的创造者他既享有最高的王权也拥有一切 也拥有一切一切都是属于阿拉的 作为被造物的比如一个国王他的王权他是有缺陷的 而阿拉的王权阿拉的品行是全美的 作为被造的比如一个国王他的王权是必将消失的 而阿拉的王权是冗衡的 这一词指的就是复生日后世清算的日子 后世给予赏赐以及惩罚的日子 也就是我们的使者 他说的 他在圣讯当中说 阿拉说 一位仆人如果念了 阿拉就说 我的仆人敢赞我了 如果一个仆人念了 阿拉就回答 我的仆人赞我了 如果一个仆人念了 那么阿拉就回答 我的仆人尊我为伟大了 如果一个仆人念了 我们只崇拜你 我们只向你求佑住 也就是 那么阿拉就回答 在我和他之间 我要赐予他所要的 我们还要解释一下 也就是我们只崇拜阿拉 不崇拜阿拉以外的 我们对我们的所有崇拜的功修 只是对阿拉 不对阿拉以外的 我们的功修 只是特别的对阿拉 关于阿拉的意思就是 我们只寻求援助 向阿拉寻求援助 而不是向阿拉以外的 就如同我们自身说 我要对阿拉 采取最美好的猜测 如同我们就是进入乐园一样 我们绝不要 对阿拉进行不好的猜测 我们以这样的思想 来进行做各项上功 我们封斋 礼拜 施舍等等 也就是我们既要有 这个阿拉的功修 还要同时 还要向阿拉 求援助 我们归信 前定 归信阿拉的判决 同时我们还要 努力地去 为阿拉工作 ثم هنا الآية إياك نعبد ولم تكن الآية إياك أعبد بالإفراد لماذا كانت جمع 在这里 我们还要讲一下 为什么经文上 讲到 إياك نعبد 我们只崇拜你 而不是用单数 我只崇拜你 我们团结在他们所遵循的圣行当中 我们团结在安拉的指导当中 我们的先知 就是至圣 是一个 是穆罕默德 我们的教法是一个 我们的朝向是一个 我们的各项拜宫 我们所有的穆斯林 都要一起 每天要礼午饭拜宫 对于城市里的人 他们都要在大清真寺里 聚集在一起 每星期都要礼祝马 所有的国家的人 都要聚集在一起 去朝经 我们在开端章的前一部分 是讲解 崇拜安拉独一 在我们做读阿 在做读阿之前 要先纪念安拉 拜祖独一的言辞 一个人的祈祷不会被应答 指出是他有崇拜安拉独一的信仰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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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个人的诈 祈祷 受到 得到接受的因素 其中包括 他赞美 阿拉 以后 你指出 你指出 我们 向正路 他的意思 代表什么呢 也就是 教授我们 首先教授我们 然后是我们成功地走在 阿拉所知道的道路上 也就是我们向阿拉 祈求 认知 以及我们的行为 知道怎么样呢 知道我们的道路通往阿拉 这是一条正直的道路 是最近的通往阿拉的道路 它是宽广的道路 这就是阿拉赐予我们的 敦正的道路 也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信誓 所要走的这条道路 怎么样的道路呢 谁才能走这样的道路呢 谁是阿拉所恩典的人们呢 他们包括众先知 他们信誓当中的忠信者 以及那些烈士学者们 还有那些青年者 他们青年的做工修 以及青年的与人们交往 我们还要知道 我们所走的正道 不是那些 受阿拉所浅怒的道路 那些人是他们 明知道正道 而不走正道 我们还要向阿拉 祈求阿拉 我们还要祈求阿拉 使我们不要走那些 无知的道路 不要使我们 受到迷雾的支派的侵扰 我们需要的是 敦正的道路 是认知的和行为的 把这个正确的知识 赋予行动的道路 这样 这个古兰经的开端章 就结束了 然后我们念阿敏 这个不是从阿敏 阿敏的这一词 并不是 这个古兰经的开端章 我们只是在 这个拜公当中的 发点之后 念阿敏 他的意思是 阿拉你应答吧 这些古兰经的开端章 包含了 崇拜阿拉 讨厌的总义 其中包含了 向阿拉做祈祷的礼节 其中包含了 作为穆斯林 应该聚集在一起 不要分裂 包含了 我们在工作之前 首先要有知识 包含了 我们要走先知 以及圣门弟子们 所走的道路 我们要警惕 那些 这个 迷雾的 这个分裂 我们要警惕 那个 有知识 但是不去执行的人 还要警惕那些 有行动 但是没有知识的人 我们要做 敦正的 崇拜阿拉的功修 我们要排除那些 分析 我们和非穆斯林 要有正确的交往 我们要习爱他们 也能够加入伊斯兰 以便能够成为 这个囤结的议题 成为 端正的 正确的言辞 一致都走向 端正的道路 赞美阿拉 阿拉是王权者 也是拥有一切者 要警惕 要警惕阿拉所禁止的 那些事项 以免后世遭受刑法 要肯定地坚信 这个 复生日的一切 我们必须要理解这些意思 在读 这个开端章的时候 我们请求阿拉 使我们能够 通晓理解宗教 愿阿拉斯福安 与我们的先知 穆罕默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